机场群聚案在加一 累计已经有四名清洁人员染疫 而且四个人都住在桃园 桃园市政府在下午也公布了足迹 遍布中立还有平证区 那么其中有一名个案 他从12月29号开始 连续五天到访位于中立区的 金嗓歌友会 那么现在也让疫调人员 要来匡列清查 还有就是除了先前公布 曾经有个案前往 这个摆摊的中增市场 在五号的最新足迹 也在新增了中北黄昏市场 以及两家大卖场 工作人员拿着器具 对着整排卖场推车大面积喷洒 五号机场群聚个案再加一 累计四名清洁员染疫 而这四人都住桃园 足迹遍布中立和平证区 五号桃园市政府公布四人足迹 并展开大规模清销 门口每个角落进行仔细消毒 位于中立区的这家金赏歌友会 从29号开始 曾被其中一名个案连五天到访 根据了解 这名清洁员是上晚班 却还可以连五天 在白天到歌友会报到 连卫生局的人员都很惊讶 经历怎么这么好 也引发担忧 会不会让当初双北的 狮子王传播链重现 而30号和31号 确诊者也搭过 112N号公车 以及112S号公车 加勒福中立店 以及平证区一家面包店 也在足迹名单里 元旦廉假结束后的上班日 中正市场 中北黄昏市场 还有大润发评证店 统统上榜 当然会担心啊 担心一定会的 你们生意有差吗 有差都没人啊 今天就很没人啊 超没人啊 年少没人 比过年还差 摊伤不会来啦 顾客也不会来啦 个案足迹大多分布在中立区 其中中正市场才刚因为 个案前往摆摊休市三天 现在同一区的中北黄昏市场 也跟着受到影响 这几天都有来消毒 昨天有进来啦 但是今天这次车子 整个全面这样周围听过 跟你之前来比 你觉得今天比较少 好像比较少一点的 好几个没有卖 疫情带来的人心惶惶 之间反映在摊商的生意上 不过目前中北市场 并没有规划修饰全面清销 提醒民众 如果曾到访个案足迹地点 要特别留意身体状况 有任何不适 务必及时通报 记者林住强桃圆报道 台北市的防疫旅馆 再报群聚感染 由于案17181与隔壁房的案16941 S蛋白事列相同 指挥中心在今天研判 案17181被案16941传染 因此改列为本土个案 而根据调查 除了间隔天花板有缝隙 两名个案也曾经一起开门取餐 都不排除传染的可能性 而目前这间防疫旅馆 只出不进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喊话业者 无法改善的话就应该要立刻退场 台北市防疫旅馆群聚案 再加一 中山区某防疫旅馆 日前爆出两名隔壁房的 检疫旅客陆续确诊 指挥中心高度怀疑 恐怕是在旅馆内造成的传染 而最新结果也出炉 案16941去年12月22号先确诊 同楼层隔壁房的案17181 则是在元月2号染疫 目前验出两人S蛋白事列相同 认定是被案16941传染 因此也招案17181改列本土 两人都是感染丢他病毒株 17181我们就认定改判为本土 至于最佳的旅社 那在台北市这边也决定 现在开始他们就是指出不进 调查也发现旅馆防疫不OK 除了隔间天花板有缝隙 可能造成空气流通传播 个案也透露曾经跟隔壁房的房客 同时开门取餐 所以这部排除说有可能有这个空气 彼此的流通 那刚好他也是在那个时间点 一起开门去取餐 当然开门的时间很短暂 都有可能也许是这个传染的可能性 但这也是台北市第三间 爆发群聚感染的防疫旅馆 北市府获诉针对辖内 164间防疫旅馆大体检 不合格又不改善就必须退场 那如果通风设备不行的话 就看他能不能改善 不能改善就退出了 所以我们知道大概检查 60几家已经有两家 直接问他说你要不要退出 最近物价节节飙升 随着年关将近让人倍感压力 原名网友昨天就在脸书上贴文抱怨说 他跑去菜市场买冬笋 没有想到才买这四块大约的是 手掌心大小的冬笋 要价就要600块钱 让他觉得非常的贵 不过有网友留言直呼 这么贵怎么买得下手呢 实际的到交易市场来询问 目前像这样手掌心般大小的冬笋 不包括处理的工钱 一块大约是150元 因此民众买到的真的不算太贵 冬笋去皮切片丢进锅里煮成汤 随着蒸汽瞬间香味肆意 不少人冬天最爱来玩热乎乎的冬笋汤 但有民众抱怨 最近到市场买冬笋 简直荷包堂血 照片中四块切好的冬笋摆在砧板上 中间放了一个打火机对比 商道之下冬笋尺寸都不大 四块冬笋竟然要加600元 让民众吓傻 无奈的说好吧买都卖了 许多网友汤价钱也惊呼这么贵 怎么下得了手 不过实际走一趟交易市场 价格其实算合理 它那个是去壳 你在外县市人家要赚 那一定也差不多 价格应该算合理 因为还要过壳修皮之类的 我们要230元 这边还算便宜 目前冬笋市价一台金约200元 像这样手掌心大小 不包括处理工钱 一块大约150元 因此四块六百不算太贵 其实它这样算不算贵 之前过年前买的话 都会一斤就会达到四五百块 所以现在算是便宜一个 要吃的话趁现在快点先买起来 先尝鲜一下 春节脚步逼近 冬笋价格还会再涨 民众享煮火锅或核碗冬笋汤 恐怕荷包大食血 集中谈到报道 春节就快要到了 国军加强战备训练 今天在嘉义基地 由空军第四连队执行飞行战备实况 展现捍卫台海领空的能力 而其中气势最壮观的 就是F-16V的大象走路 堪称是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 空军同时也首度展示 能够看到哪里就打到哪 一顶要价1200万元的新式头盔 大象走路是由12架的F-16V来组成 那可以看到在跑道上 能缓缓的向前前进 而又首尾相接的方式 展现的是相当夯薄的一个气势 主跑道上的F-16V首尾相连 这就是俗称的大象走路 堪称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 可以在最短时间之内 起飞最多战机 考验飞行员的应变跟操控能力 展现空军实力 空军第四连队 肩负起台海防空 作战的重要任务 又有供机侵扰我西南空域 遇到紧急状况 铃声大响 飞观立刻冲出警戒室 直奔F-16V战机 战机6分钟之内就必须升空 供机它来袭 进来我们ADIZ的频率非常高 所以几乎我们有升空训练的 大概都会有机会去拦截供机 当时拦截的机型 当时拦截的机型是殲-16 空军也首度公开新式的联合头盔 瞄准系统一顶就要一千两百万 飞行员戴上头盔之后 可以让响尾蛇飞弹 随着飞行员的视角 看到哪里就要打到哪里 战机有的资讯 我的头盔里面通通会有 所以这个就是将飞机的性能 整合在头盔里面 然后达到人机议题的目的 空军精锐战力 不畏惧的立场 春节期间不懈怠 勇敢守护台湾空运 记者新闻学生 嘉义宝 请不吝点赞订阅